华丽偶像巨制《千金女贼》日前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刑法部会 主演刘凯威、唐嫣、杨又宁、杨荣首次集体亮相 他们纷纷身着剧中手工定制的精美戏服 挑着华美的华尔斯登场 名士名媛的复古拍头十足 一下子就掉足了大家的胃口 而唐嫣的小魔术更是让现场高潮迭起 此前在小时代三的发布会上 郭碧婷的一个不小心把杨幂怀女儿的消息给透露了出来 现场准爸爸刘凯威则做出了澄清 称目前并不知晓他儿的性别 这个我们都不是老真的 我们都没有问医生 刘凯威和杨幂如今虽已升级为准爸爸准妈妈 但是恩爱之情依旧异于言表 至于此前被杨幂在微博中吐槽老来得子 刘凯威无奈地表示 为了正在怀孕中爱气的好心情 被黑也无所谓了 看我都有回他的微博 所以都已经变成习惯 充满了幸福 因为幸福太洋溢 然后反正是这样的 我觉得只要孕妇的心情好 我做什么都可以 被他黑一下也 他开心就好了 发布会当天恰逢郭彩杰的28岁生日 杨幽宁此次来户自然要给在上海赶拍电影的女友一个大大的生日惊喜哦 虽然面对媒体的追问 幽宁表现得十分紧张 不过他仍在大家的怂恿下 为女友特别献唱了一首生日歌 如此的浓情蜜意可谓羡煞旁人 还没碰到面还没送 所以不能告诉你们 一个惊喜 对啊 今天要为天啊吗 今天要为天啊吗 今天要为天啊 刚才不是大家都甩吗 今天大家都在工作啦 希望有时间可以 希望的时间可以碰到面 你不要冒汗好吗 穿这个衣服已经很热了 那要不要记得现场就是给他唱首生日歌 好 我千万不要唱歌 我千万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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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耶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